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最后一节 刚才欣姐说到 在立法会动议上 提出了很多资料 很多证据 说政协在香港 已经做了很多事 跟之前的十点协议吻合 例如他们有公职 有受分 是欠个活动场所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证据 显示了很明显是有存在 十点协议 又或者是 譬如曹耳宝都已经写了文章 但是林瑞伦都仍然说 那一篇其实是一子功课 没有的 仍然是一国两制 传媒也再没有去追问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唉 我都不可以代表他们说 可能有几种原因 有些就真的可能 他不懂去找 但是我也都不可以相信 因为这些是很基本的东西 其实你揭开那些政协的名单 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那反过来 是不是真的有些人 是觉得 如果你放一些铁一般的事实 有些人的证据在这里 就是令到共产党 是无所遁形 而很多人 或者有些人 是不想这样做的 即是现在 现在呢 时不时我会见到那些人 就是说 算了 即是不要去到那么尽 即是不要这样 所以你明明放在那里 喂 那就搞定了 看到了 不用说了 我想先阻一阻 那些人就是说 不要去到那么尽 那些是市民 香港人来的 香港人来的 各派别的人都是 他总是觉得 爺爺又在 你扯到那么尽 即是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有些东西 得瑟好易摧回首 即是不要说到那么尽 即是我的人 就是我有些东西 我是很彻彻底底去说的 我不是说要去到尽不尽 我都不是这样去形容 但我觉得 如果你说有协议 那个协议想做什么的 那我就翻查一下 那发现 全部都已经做完了 做什么意 协不协议你都做 但是我会看到很多人 是好像没什么兴趣 包括我们政界也好 在这个新闻界也好 很学术的 是没什么兴趣 做一些很小的基本事 你看完他百多二百个名字 他做的那些 他又不是在地底做的 不是地下党员 他全部列出来的 政府委任 他都列了 政府受分给他 他都不知道多骄傲 你自己去找分 你会看到 黎桂康港那些 都做了很多 但是都没什么人去做 而更加有趣的 就是当你做了 做了说出来 你都没什么人觉得值得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香港这个社会 真的很怪 真的 不过我自己是很相信 如果你真的写了它出来 如果你在报纸上 因为说出人名 市民是比较敏感的 尤其是如果他认识那些名 如果你列出来 他们会有兴趣的 不过我现在不是在传媒 我和你都不知道 怎样去推测 为何传媒不做 可能有一万个原因 不过我觉得 也有其他渠道 希望将这些讯息 在剧法放到 那就列了给他看 你还说什么废话 事实就是这样 你不要狡辩 通常 比如回归初期 经常听到中央或政府 出来说 说会维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最近我看了新闻 我发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他们再出来说的时候 就只是说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就已经慢慢 不知道去了哪里 比较少说 其实共产党 好像我这样说 就是他们每用一个字 都很小心地想过 既然他们不说这八个字 是否已经慢慢一步一步 要逼近呢 我觉得可能 北京现在的官员 有些是想 应该是时候 是尽量尽量 是将香港和内地的距离拉近 而如果是 他们在香港的管治 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 而香港也是不争气 因为香港在这几年 市民对特区政府 是很反感 尤其是2003年 你也有 所以有很多人 走上去北京 打小报告 就叫爺爺 在那裡 最初就把董建华 后来又把曾荫权背脊 所以北京更加觉得 一来最好大家拉近 二来这些人都这么不堪 不如我 整天都要人家抓我来帮忙管 那我不如多些介入 但是很不幸 中央呢 它有中联办 中联办 我辩论到都说 有18个部 比香港政府更加厉害 我也不知道 它有多少千人在那裡 但是他们在香港做事的那些人 我自己就没有机会跟他们接触 因为永不接触 这个已经坏了 有什么理由在香港做事 你不跟民主派接触 你怎么摸到香港的脈搏呢 那些人 尤其是是比较高层的人 全部不懂得说廣东话的 也都不是很了解香港的运作 所以你说你中央 你派那么多千人到这里 在那裡帮你去看着香港 但是那些人 就很不称职的 又不懂香港的东西 也都 然后又不懂 一知半解 然后又不知道 去说些什么给北京听 那北京就听完 那些这样的东西 然后又在香港 有些小人走上去打小报告 然后听完 就制定了一个政策 你说想不死多难 搞到我们这些 十几十年都没得回大陆 那我觉得一个国家 就是那时候 那些我们叫分君 那些皇帝 就是什么都不懂 有时候又听那些奸臣 听那些疏擺那些 有时候你都会觉得 北京有些人都好像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 是我们是说话 是很直 你不同意 你什么那些我们都说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 要买枪炮去推翻中国共产党 这些官员呢 就整天打起那些小报告 因为 但是你中央政府 你是很错的 我们 是代表很多民意的 市民明知 明知你中央排斥我们 这么多年 都继续投票给我们 捐钱给我们 虽然有很多人躲起来 当然不敢公开 公开又怕就不能回大陆 但是你中央政府 可以有个政策 是全面排斥我们的 你怎么去理解 香港的人怎么想 怎么去帮你去看着香港 就是我觉得很离谱 那你现在这个曹二宝 这个黎桂康 想起了这些屎子 就要帮他另起牢灶 那时候就另起牢灶 英国人没走的时候 老平说要另起牢灶 现在又是另起牢灶 所以鬼不忘呢 这些另起牢灶 这些六四大屠杀 叫多一些人上街 就是我们真的很高兴 就是你中央政府 我觉得堂堂 因为说自己是大国 这么基本的东西都不明白 来日很多美国的政要 外国政要来都见我们 这个美国那个 那个众议院议长贝洛西 来到又跟我们见面的 哈 北京那些是当我们死的 我们其实全世界人可以见 就是见不到北京那些 但是你这样排斥我们 是绝对令到你有很多盲点 你怎么可以制定一套 完善的香港的政策呢 你还要弄曹二宝这个黎桂康出来 其实我相信呢 如果中央是愿意和香港一起去民主的话 其实香港人是不会抗拒 就是你们来帮忙 我也是这样的 刚才也说到民意 说有些民调呢 就是说其实香港市民是很支持中央 我没有每一份都看过 但是我个人有个经验呢 就是收过一些民调的电话 就是一些亲政府的报纸 就是一些电话录音来的 就是我们什么什么日报 做过民调 之后就问你一些问题 譬如是 你满不满意 现在特区政府的工作 非常满意的感一致 如此类推 但是我听完七个答案之后 我发现你没有不满意的 你只是可以选择没有意见的 我做了几题之后 就觉得这么奇怪的民调 那就收线了 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民调 做完之后 那些人又登出来的 报纸又说支持度很高 你只是问一下 这个中大王佳英 他是不是这样做的 就是他那些民调 那些人已经拿出来读的 所以这个故事教训你 很多事情都要很小心去看 现在很多时候 是非黑白都很难分 尤其是传媒 甚至是学界里面的人 有些人都不知说些什么 所以我们努力 希望未来六四 有多些人去祝光晚会 今天这集就讲到这里